重新再做一遍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 我希望做到的效果 怎么样做 所以待会请各位 第一个 先帮我开启那个练习档里面的入门 的资料夹 入门班里面资料夹 那这边有一题是 叫做PC硬体零件的销售 这个系统分析 原始档 那打开之后的话 其实基本上我们是要 把这底下有12个问题 分别完成 那第1个问题 其实以后 这些问题我想你工作上也会遇到 反正就是 你的 资料 最后想要呈现出什么效果 那的问题 有时候问题怎么样把它真正变成 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那你要怎么去做 OK 那在做之前 我刚刚讲过三阶段 第1个你要把Data先变出来 Data就资料部分 一定要符合什么 枢纽分析表要的那个样子 所以那个样子的话 其实就在前面 123456 这6个就是我们Data 里面有往这区域 还没做就是让你补上的 那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些 全部补完之后 才有办法做 这个动作 所以前面是第1阶段 就把 资料做 正规化 当然正规化之后 就把它产生 那不过会有几个问题 第1个请各位先帮我把那个 公式里面 有个名称管理员 就开启这个档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把那个 名称管理员打开 那这边实际上 就是已经弄好的对照表 不过 这对照表对同学来说好像 会有问题 因为这怎么产生的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产生之后要怎么用 好像也不知道 所以干脆怎么样 第1个你们先了解一下 里面的话 比如说像这边限制代号 限制表 按下去 他会圈一个范围出来 另外的话呢 这边 在这里好像是部门吧 第2个 其实就是代号档 部门 这个范围 然后呢 再来是这个是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产品吧 应该是分类吧 这边应该是 分类表 OK分类表 那不过 已经帮你圈好了 但是你可能不太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做什么用 不然干脆这样好了 就把这些全部删掉 我们全部重来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要 从头开始 那怎么样做查询 所以请各位先帮我开一下好了 这个也许先开这个档 然后呢把那个 名称管理员里面的 这个名称 全选删掉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 建 名称 建完名称之后呢 再去把你要的data 一个一个的把它查出来 查完之后呢 再把后面有12道题 分别把它做出来 OK 先试一下 先看一下 这个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